宣旨 喳 众臣听旨 尚书房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 文华殿大学室 太子太保明珠 纠结大学室余国柱 大学室乐德红 大学室李之方 户部尚书福伦 吏部尚书科尔坤 功部尚书雄一萧等 横比维艰 欺君王法 贪赃受贿 误国害民 朕再三警醒 儿等却终然不改 据为罪无可赦 着尽数革职 超莫家产永不录用 钦此 当朝大学士 统宫有五位 朕不得不罢别 四位 六部尚书 朕不得不罢免三位 看看这七个人吧 那个不是两兵斑白 那个不是朝廷的动量 那个不是朕的儿女庆家 他们烂了 朕心要碎了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 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朕是痛心疾首 朕有罪于国家 愧对祖宗 愧对天地 朕恨不得自己罢灭了自己 还有你们 虽然个个冠冕堂皇 站在干岸上 你们就那么干净吗 朕知道 你们有的人 比这七个人更腐败 朕劝你们一句 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 晒一晒 洗一洗 知道是到 朕刚继位的时候 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敖拜 灭了敖拜 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贵 朕平了吴三贵 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 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 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 而是在朝廷 就是在这前庆宫 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当中 咱们这儿烂一点 大清国就烂一片 你们要是全烂了 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 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想想吧 崇祯皇帝朱有俭 吊死在眉山上才几年哪 忘了 那棵老歪脖的树还站在皇宫后边 天天地盯着你们哪 朕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言了 老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 可是话 总得有个头啊 想来想去 只有四个字 只有四个字 说说容易啊 身体力行又何其难 这四个字 朕是从心里刨出来的 从穴海里挖出来的 记着 从今日起 此殿 改为正大光明殿 好好看看 正大光明 正大光明 你们都抬起头来好好看看 想想自己 给朕 看半个时辰 اشترك